推展国际教育苗栗县今年率先推出播客节目 由学生来当播客主录音制作节目 邀请国际教育辅导员、学校等轮流分享国际新鲜事 天乡的南庄乡蓬莱国小也推出了盛时节目上架 全球首播正式上线 推动国际教育苗栗县又有新花样 看准是为串流媒体播客的声量 率先推出为青少年学子拓展国际视野的15瞄准世界Podcast 由学生轮流分享国际新鲜事 各位同学好 上课咯 请大家找出各国有关盛时的处理方式 大家有找到资料吗 有有有 我第一个举手 我先说哦 南庄乡蓬莱国小制播的盛时 是第一批上架的节目之一 学生在老师指导下 从吃不完的营养午餐发想 探讨各国状况 除了要广泛搜集资料写文稿之外 成员间的配音融合也是新鲜体验 这次是那种声音去团队合作 我觉得很开心可以跟同学们一起去完成这个任务 分段去捉那个哪里的音调要调好 然后我们也要有默契的去配合 全球首播上线之后 学生们上课时透过平板就可收听到这一系列 由苗栗县国际教育中心经营的节目 让国际教育不仅是语文的学习 还包含文化和生活的认识 老师有跟我们讲其他国家的处理生食的方式 然后每个国家也有特别的方式 例如法国他们处理的方式是把上可食用的食物 作为动物饲料或者是打包给弱势族群使用 Podcast频道相较于传统的文字跟视觉 每一届更能够用在日常生活 更能够随时随地的能够推广给大家 能够影响学习者 所以Podcast的架设是我们非常期待的 那这半年呢我们的辅导员呢 运用了非常多的时间进行讨论跟沟通 在上个月呢终于上架了 那我们第一次呢优先先进行了比赛 让县内的六间学校呢先进行上架 首播上架的六支博客作品 由蓬莱 问水 丰田 海报 平顶 及新开等六所偏乡 及非山非市国小制作 小校展现丰富能量 让全世界听到来自苗栗县学子的声音